马兴即将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之际 国内确诊数字却在反弹攀升 截至中午12点 全国一共新增了5755人感染新冠肺炎 比昨天的5594宗稍微回升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傍晚发文告通报 新增超过5700宗病例中 只有101宗属于新冠第三至第五阶段的病患 占1.8% 全国至今已经累计260万2835宗确诊病例 目前还有506名病患呆在家护病房 270人需要依靠呼吸辅助器 那好消息是今天一共有5082人痊愈出院